我是金圈太子爷的心腹秘书 他患了肌肤饥渴症 每次发病就像一条蛆 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只有接触到我的肌肤 他才能好 虽然我们说清楚了 只是帮忙治病 谁也不告诉 而且我还有男朋友 但太子爷病得越来越严重 从刚开始的摸手 但后来的拥抱 他越来越不满足 直到我们出差时 他苍白着脸 爬上我的床 呼吸喷薄在我的脖梗间 声音性感暗雅 宝宝帮帮我 只有一次我发誓 我保证不会纠缠你 我会认清自己的位置 后来他对我男朋友说 什么肌肤饥渴症 这种瞎话你都信 他爱的是我 只不过不想伤害你罢了 不被爱的人才是三 因为我老板是金圈太子爷贺怀景 我到他身边不久 本来我是非常敬佩他的 因为老板完全就是小说霸祖的样子 长得非常好看 身高一百九十 全精士一半以上的资产都是太假的 他又是贺家的继承者 老板能力强 每次我向他会报工作 有时候他问问题 我感觉自己还没讲明白 他就能立刻猜到接下来的内容 反正公司在他手里 利润和规模都扩大了一倍不止 他就是那种高智商人群 不过他虽然平时看着有点凶 大家每次在他面前都进入寒蝉 气势太强了 但他其实人还挺好的 毕竟我之前跟他出去开会 结果被办公室的另一个同事 换了我的资料 那次老板的发言稿在资料里 结果我递给他的材料完全空白 啊 那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 我感觉当时我的头皮发麻了 因为会议内容保密 所以我们的手机都被收了 补救都没办法 本来以为我要被开除了 毕竟听说之前在秘书处的人 要是犯了一点错 或者被老板看不顺眼 就要立刻卷铺盖走人 但大家都想继续待在公司 因为工资特别高 这么说吧 我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新人 工资都已经是六位数了 所以我每次见到老板 我都有种膝盖一软 有种想要三呼万岁的冲动 那次的意外 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老板的印象 因为他那时好像点无奈 叹了口气 别着急 没带就算了 说着他还安抚的摸摸我的脑袋 然后主持人就叫他名字了 老板从容的上台 然后在完全没有稿子的意外情况下 依旧讲的非常流利有条理 赢得了满堂喝彩 回了公司后 他还调查了事情的真相 半点没怪我 把令陷害我的同事给开除了 三 老板是个好老板 但他最近有点奇怪 看起来像是嗑药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 脸色发红 额头有汗 还死死握紧拳头 我关键的问他要不要去医院 他的语气像是极力隐忍叫我出去 过了几个小时 他好像好了一些 然后又叫我进办公室 给我道歉 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偶像 他居然给我道歉 我更加感动了 老板不对劲的样子 持续了几天 我把这件事和男朋友说了 男朋友立刻说 别是嗑药了吧 有钱人都爱玩 你可离他远点啊 我忧心忡忡 老板不是那种人 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他又聪明 头脑清醒 怎么可能会干嗑药的事 我觉得他可能病了 四 我跟着老板出差的当晚 他喝了点酒 我送他到房间门口 感觉他喝了有点多 其实应该我这个下属 帮他挡酒的 但老板是美丽国的 长青同名校毕业 非常有绅士风度 他不仅不让我给他挡酒 还自己帮我挡酒 那些人就挂了才挺多酒的 男朋友本来对我要 跟着老板出差挺不满的 生怕我被占便宜 但我觉得 他完全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老板不仅不会主动 潜规则别人 还多次把别人送给他的女人 去之门外 那些女人 环飞艳寿 精纯性感 不管是女学生还是少妇 或者玉姐 应有尽有 我敢说 就是我男朋友来了 都不一定能经受住诱惑 要是那些人给我送来各种类型的帅哥 我保证 我肯定也会经受不住诱惑 所以老板会成功呢 人家就是人间清醒 五 眼看着老板要晕倒了 我赶紧扶着他刷卡进门 我把老板扶到沙发那里坐下 去给他倒水 他住的总统套房 很湿奢华 结果我倒完水回来 老板已经不见了 我一瞧 他已经蜷缩在地毯上了 蜷缩成了一个虾米 还在蠕动 好像一只蛆 他脸色通红 好像很难受 我吓了一跳 忙去扶他 结果我一靠近 他立刻就把我扑倒 紧紧抱住了我 还拼命吸我身上的味道 又好像一只狗 我刚想 他是不是被吓了春药 但他抱住了我之后 不到几秒钟 就清醒了过来 然后一把将我推开 但他推开我之后 又开始好像发冷了 这下我不怀疑他被吓药了 我怀疑我自己可能是一朵带毒的因素花 六 我小心翼翼道 老板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他摇摇头 死死握紧拳头 安安 你现在出去 以后晚上 不要和一个人男人待在房间 说着 他就自己坐在沙发上 一手揉着眉头 痛苦不堪的样子 他都这么难受了 还在担心我的安全 这么好的老板 去哪里找 他都这样了 我哪里能走 我赶紧过去 想要摸摸他的额头 我的手刚触摸到他的额头 他就跟被夺射了一样 死命往我手掌心凑 没发烧 他又瞬间睁眼了 然后像出电了一样 赶紧远离了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 老板 你到底怎么了 你说出来 我才能帮你啊 他目光深深的看着我 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怪物 我举手发誓 我肯定不会 老板 你这么好 我会为你干脑涂地 气 他这个不正常的样子 已经快两周了 而且感觉越来越不正常 之前 我在办公室就注意到 他经常浑身发抖 而且还会突然中断会议 让所有人都出去 感觉像没准老板不是人 他是个兽人 然后他会突然变身 想到这点 我鼓励地看着他 说老板 我最近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有个人他其实不是人 他是个兽人 有时候会变回原身 就像灰姑娘晚上十二点 就会从美丽的公主 变成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姑娘一样 我惊叹到 要是我身边有人是这样的 我肯定不会觉得他是怪物 我只会觉得 哇 这是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 我们应该以发展和包容的眼光 看待世间万物 毕竟在科学之外 就是玄学 老板捂住脸 痛苦道 其实我确实有些不正常 我坐在他身边 想要细细听听这个离奇的故事 但他立刻离我远了一些 安安 你别离我那么近 我不能害了你 我立刻坐在了沙发上的最远处 好奇道 是会传染吗 爸 老板目光忧深地看着我 然后开始了他的陈述 老板说他最近一个人开始发病的 最开始的时候 症状很轻微 只是好像有种隐私的 就像是身上的细胞在蠢蠢欲动了 他很快想到了抵抗的那种办法 就是锻炼 只要锻炼 他就能好了 我打断他 什么瘾 他没说 只是继续陈述 他说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必须要靠闻这特定的味道 才能缓解身体的躁动不安 你们去医院看他吗 他点点头 我去了 还看了不少名医 但是这个病 没得治疗 我神色庄重 心想 可能是老板中了竞争对手的商业战 就 到了后来 情况越来越糟糕 光是靠闻气味 已经满足不了我身体的需求了 我非常渴望欺负的接触和拥抱 我瞪大了眼睛 难怪不得 老板刚刚拼命抱住我 好像一只狗 又突然把我推开 原来是因为他的身体 本能想要和人接触 但他的理智又把他给拉了回来 我不禁赞叹 看老板这个样子 他必然是受了很大的苦 理智和本能是撕扯了好一番 才能恢复理智 他痛苦地捂住脸 没错 这个病就是肌肤饥渴症 说着 他突然又开始浑身颤抖 然后缩成一团 倒在沙发上 我刚想过去 他立刻道 你走啊 我不想害了你 我没走 老板工资开每月十万 现在正是表忠心的时候 而且只是接触一下 又不会死 十 我立刻把手放他额头 过了几秒 他似乎好了过来 然后又赶紧坐置身体 似乎发病的样子 损害了他的形象 他又继续说 现在这个病 越来越不受我控制 随时会发病 每次发病 我就不像自己了 这件事 你要保密 要是被外人知道我得病了 公司的股价 一定会跌得很严重 我立刻点点头 并且为他触摸划策 老板 既然你接触别人的肌肤就行 那很好治疗啊 你找个女朋友 或者结婚 天天挨着你女朋友 不就行了 他摇摇头 深深的看着我 我的身体 只对你的触摸有效果 我瞪着他 他也深深的看着我 半晌 他一开目光 医生说 这个病很奇怪 过一段时间没准 就会自然好了 我还是问 只对我的接触有效果 我有什么特别吗 要不要医生在我身上 提取一些什么样本质类的 为你制成药 十一 老板摇摇头 没用的 肌肤饥渴症 在世界上 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说着 老板又开始浑身颤抖了 今晚怎么发病这么严重 难道是因为喝酒了 我赶紧把手放他额头 他又好了 老板对我说 你回去吧 那你怎么办 他说 死不了 说着 他就去了浴室 浴室里立刻传来水声 然后我刚想走 就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光风气月 高高在上的老板 居然哭了 我的天啊 估摸着时间 他从进去到现在 也没时间脱衣服 我赶紧敲门 没回应 我说 老板 我进来了 还是没回应 十二 我推门进去 他正蜷缩在地上 任凭冷水冲击他的身体 我赶紧把水龙头关了 结果这次 我还没主动摸他的额头 但他立刻抱住了我 他身上还湿漉漉的 身体在细微的颤抖 在他的拥抱之下 我动弹不得 而且 他还开始闻我脖梗间的气味 我被吓得不敢动弹 他还在喃喃自语 好难受 救救我 救救我 你爱好舒服啊 真的太舒服了 老板的声音沙哑性感 我心里立刻苏骂一片 好像有无数只小虫子 在啃咬我的心脏 我开始念阿弥陀佛 我可是有男朋友的 我不能对别的男人 有什么非分之下 这次的时间更久 可能过了一分钟 他才神色清明 他愧疚道 对不起 啊 我 我刚刚没控制住自己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摇摇头 老板 你也是迫不得已 我不会怪你的 至少我能帮到你 也挺好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这次会坚持的久一些了 你可以放心的回去了 我问他 为什么呀 他好像下定了决心 才告诉 这个病 开始闻着你的气味 就能缓解 后来稍微不经意 接触到你的肌肤 也能好 再后来 你摸摸我的额头 也能好 现在这个阶段 适合你拥抱一下 我就能正常几个小时 我沉思 你今晚正不对劲 可能是因为喝酒了 他点点头 之前我没发现 没想到喝酒 也对病情有影响 那你以后别喝酒了 十三 他苦笑一声 虽然贺家在京市举足轻重 但我也不能狂妄到 傲视所有人 怎么可能不喝酒呢 没事的 我能挺过去 身上还湿漉漉的不舒服 他又道 你赶紧在我这里先洗洗 免得感冒了 说着 不容我拒绝 就出去了 想着 要是湿漉漉从他房间出去 好像确实不好 但在他房间洗澡 更不好啊 我刚想出去 他就道 我去给你拿你的行李箱过来 然后就是关门声 啊 我赶紧三下午除二洗了个战斗枣 老板已经在外面倒 行李箱在门口 我探出脑袋去 老板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老板果然是个正人君子 我出去时 老板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孤零零的坐在落地窗前 看着港城繁华的街景 我们这次过来 是搞一个子公司上市的 老板的工作倒不是很忙 他只是盯着一些关键事项 看到我好了 他起身送我出去 他说 这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会影响公司股价 十四 这我当然知道 掌权者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很大 因为老板能决定一个公司的走向 我郑重的点点头 他笑了 又像一个大哥哥般 摸摸我脑袋 欣慰道 知道我为什么出差 总喜欢带着你吗 我乖乖摇头 虽然之前暗戳戳想过 老板没准想前规则我 但我现在确定了 他肯定不是 因为我已经跟他出差了至少十次 但他从来都是身世有理 不会对我动手动脚 老板轻心寡欲 我突然想 他对外的称呼 不应该是金圈太子爷 而应该是金圈佛子 看了看他的手腕 我瞬间懂了 他缺一个道具 那就是佛珠 他皆是有力的手腕上 戴着的是一只几千万的手表 十五 他倾校出生 因为我其实一直想要个像你这么可爱的妹妹 而且你性格最好 不争不强 哈厚老实 一看就不会背叛我 所以我最信任你 要不是我们在职场认识 我真想认你当妹妹 见我带愣住 他失落道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你一定不愿意和我这种人做朋友吧 毕竟我都得怪病了 我忙说 怎么会 老板 你是我的偶像 能在你身边工作 我都觉得是自己祖坟冒青烟 要是能做你的朋友或者妹妹 我都要幸福地冒泡了 他这才笑了 感叹一句 要是我有跟你这么可爱的妹妹就好了 我能把你当妹妹一样吗 啊 他问到我了 这是我知识的盲区 送我到门口 他又说 我就是说说而已 我松了口气 对他说 老板 你这个病一定会好的 他点点头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今晚会不会发病 要不要给他再报一下 十六 他突然不好意思道 能再报你一下吗 我怕我晚上又犯病 我每次发病 要是你不在身边 我都要难受好几个小时 才能慢慢恢复 而且身体感觉就像被掏空了 做什么都不得劲 我立刻点头 结果他又退了一步 神色纠结 还是算了 你有男朋友 和我有肢体接触 肯定不行的 看着他痛苦的神色 我忙到 那老板 以后你就把我当妹妹吧 都是为了治病 等你的病好了 我们就不用肢体接触了 他深深的看着我 啊 你真的很善良 我没看错人 我顿时觉得脸发热 被老板夸了 然后他就郑重其事的 拥抱了我一下 老板好高啊 他的拥抱好有力量 他身上还有一股好闻的香气 十七 回了房间 想到老板居然这么喜欢我 我就太高兴了 被老板这么优秀的人 这么看重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我这个人真的又优秀又老实 之前我因为听不懂 别人的闲外之音而自卑 觉得自己这种性格 肯定以后勾心斗角不会胜利 升职之路遥遥无期 谁能想到 老板就喜欢我这种 没有什么新颜子的员工呢 我又瞬间想通 因为老板已经够聪明了 在他面前 哪里还有别人耍聪明的地方 果然 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升职加薪不是梦 十八 我看了看银行卡余额 又看了看房价 想着再存几年 肯定就能买房了 毕竟在买房买车 是每个华国人的梦 有了买房的梦想 我第二天立刻就斗志昂扬起床 准备努力工作 但其实我们这次出差 没有太多工作 我感觉我更像是老板的生活助理 所以早上我过去老板的房间 等着他下楼一起吃饭 老板看起来挺正常的 没发病 还问我 有没有什么地方想去玩 我立刻起领地说 老板想去哪里 我就想去哪里 他果然心花怒放起来 老板太有魅力了 笑起来真是好看 十九 去餐厅吃了早饭 我们先去公司工作 结果到了公司 他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立刻捂住胸口 一手撑着桌子 看样子就要不行了 我赶紧到 老板 我一过去 他就立刻抱住了我 我浑身僵硬 过了一会儿 他才放开我 脸上是满满的歉意 对不起 下午的时候 他让我换身休闲的衣服 说出去逛逛 没关系的 老板 你也是因为身体不好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他摸摸我的脑袋 以后我就把你当妹妹了 我黑黑笑着 老板要去开会前 还问我 我能抱你充充电吗 我怕中途发病 好 二十 我给男朋友发了信息 和他说 是 我有个朋友 他老板得了病 要他捐血 他老板工资开得很高 要是拒绝了 肯定工作也不好干下去 你觉得他应该捐血吗 男朋友回复 当然捐啊 现在工作多难找啊 捐血又不会死 就算是割肉 只要给钱 我都愿意 他又问我 他工资多少啊 什么工作 能介绍你去做不 男朋友不知道 我的工资有多少 我可是很聪明的 男人自尊心可强了 要是知道我工资那么高 他肯定的融酸 没准还觉得 我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呢 而且 我要是工资比他高 他肯定不乐意给我花钱了 女人 就是还得藏得住事 二十一 问完了男朋友的意见 我更加觉得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 老板开完会 就带着我走了 回酒店吃了午饭 他进房间前 又抱了我一下 说要充充电 下午 他叫我穿得休闲一些 一起去玩 他还说 他都认我做妹妹了 必须带我好好玩玩 我们去了迪士尼 老板来人多的地方 看起来都多了几分烟火气 为了避免人流把我们冲散 他握住了我的手 我睁达了一下 他握得更紧 人太多了 我不放心 兄妹之间也可以握手吧 老板的手光滑细腻 摸起来很舒服 他又继续说 这样我也能充电 免得突然发病 然就太难看了 我立刻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还是很不好意思 二十二 不过很快 我就想通了 老板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他肯定对我没意思 没准他还是同性恋 既然如此 我就把他当成女的了 迪士尼很好玩 我们玩了很多惊险刺激的项目 我没想到 老板居然特别胆小 他是典型又菜又爱玩 怕高 怕过山车 每次都死死握住我的手 一下来 就吓得不行 抱着我瑟瑟发抖 二十三 晚上的时候 我们去维多利亚港 看夜景 老板还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总之玩得很高兴 然后他就带我去商场 要给我买珠宝 而且一出手 就是几百万 我忙摇摇头 老板 这么贵重 我不能收 真的 他不容拒绝的把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 说 任你做妹妹 这就是见面礼了 除非 你不是真心要做我的妹妹的 啊 我虽然有占便宜的心思 但我只想保住自己的高薪工作 顺便能升职加薪也不错呀 我没想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毕竟我还有点道德 二十四 但他没给我拒绝的时间 而是用火速刷卡 给我买了好几样珠宝 又带我去买衣服 要不是知道老板不是那样的人 我都要怀疑他想包养我了 但老板不是 他只是想自己有个妹妹 然后好好养一养 就像小女孩给洋娃娃穿衣服一样 我准备回内地了 就把这些东西都卖了 然后去看房 回了酒店 我喜喜就躺床上 和男朋友视频 男朋友长得挺好看的 我们俩都不是京市本地人 他笑嘻嘻问我 啊 你不会背着我藏男人了吧 我也笑嘻嘻道 我心里只有你 你还不知道 把镜头转过去 我要查岗了 我笑嘻嘻把房间给他看了一圈 还把洗手间和我衣柜给他瞧了 他问我 你今天干嘛了 那么多好看的照片 谁给你拍的 25 今天去了迪士尼玩 照片是老板给拍的 我和你说 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他说要任我做妹妹 还给了我见面礼呢 你们不是去出差吗 不用工作 工作做完了呀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老板还没有发话 你不会喜欢你们老板吧 我不屑的气了一声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 你对我还点信任都没有 他忙到 那我肯定是相信你的 他又说 宝宝 现在外面那些妖艳剑和手段可多着呢 你这么单纯 肯定会被他们给骗了 我得一道 那你就小瞧我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老板可正直了 人家对各种还飞燕瘦的美女都不感兴趣 估计压根就不喜欢女人 那他还认你做什么妹妹 他哥哥妹妹这套 还不是套路 你别用那么恶心的思想别人 他要是针对我有意思 我难道不会拒绝吗 他那么有钱 你能拒绝 男朋友酸酸的问 你不是还收了他的什么见面礼 我看他就是想用金钱来腐蚀你 那你就太傻了 他非要送我 我就收着 收了以后 我去转手卖了 就把钱花你身上 我得一道 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用卖了的钱买来送你 想了想 我又说 不要超过五百块 他只送了我一个一千块的包 卖出去 估计只能赚五六百 愉快的和男朋友讨论完 互相道了晚安 我就躺着看我今天的美照 二十六 十一点过的时候 门铃响了 我立刻放下手机 假装睡了 结果门铃一直响 老板喊得我打电话过来了 我只能假装才行 去开门 他又在发抖 他可怜兮兮的看着我 啊 我又不舒服了 我赶紧把他拉进来 来吧 别客气 说着 我就抱住了他 幸好我准备用老板给我的好处 来送男朋友送礼物 这样你不算对不起男朋友了 而且老板只当我是妹妹 我们是纯洁的 但这次老板抱的有点久 而且他的情况还没有好转 我看着他苍白的面容 心里一惊 老板 你病情又加重了 我把你当妹妹 你怎么还叫我老板 下班时间就不能叫我哥哥吗 27 我从善如流 贺大哥 你咋加重病情了 他噎了下 不知道 我刚刚好难受 感觉白爪挠心 为了给他治病 我们俩很正经的双腿 坎坐在沙发上 手对着手 庞佛小龙女和杨过 修炼玉女心惊 但他渐渐就没力气了 有气无力摊在沙发上 好像要死了 我更加用力握紧他的手 没用 他又要像蛆一样 开始蠕动了 好冷啊 真的好冷 然后他就滚到沙发下去了 我去床上拿被子给他盖 结果我刚在扯被子 就被他从身后抱住了 我去 我被按在了床上 然后他一下子好像找到了热源 钻进了被子里 还抱着我 过了一分钟 他说这下好多了 28 我们两离得太近了 而且还躺一张床上 我紧张的不敢说话 老板看着我 眼睛湿漉漉的 可怜极了 对不起 我真的太难受了 你不会怪我吧 老板都病得这么严重了 我要是还怪他 这太过分了 我摇摇头 他摸摸我的脸 好妹妹 你真好 我认真建议 贺大哥 你以后叫我大妹子吧 两天给亲戚一些 他又噎了一下 还是叫你安安吧 那就见外了 我把你当哥哥 你不能不把我当大妹子 他摁了一声 又嘶嘶嘶地叫了起来 又更加抱紧我 我又难受了 我都能清晰感受到 他身上的温度 还能感受到 他的心跳声 房间里灯光很暗 他又在吸我身上的味道 看起来像个男鬼 29 半上 他对我说 安安 我能不能 能不能 我打了个哈欠 我是真的困了 今天走路太多了 又被抱着 还挺暖和的 感觉有点对不起男朋友 所以我决定 给他买800块的球鞋 这样就是把老板的好 转移到了男朋友身上 相当于是老板 对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好 老板还在说话 他离我太近了 我又打了个哈欠 猛的 他稳住了我 世界静止了 反应过来后 我一把就推开了他 30 你做什么 兄妹不能干这种事 这是乱伦 天啊 我也被男朋友吻过 那岂不是 老板和男朋友又间接接吻了 啊 我在想什么狗屁 老板脸色又浮现出 委屈和哀求神色 安安 你别讨厌我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 却想拥抱你 想和你融为一体 我刚刚的反应 完全是生理反应 我错了 别生气好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那我们以后还怎么相处 我可不想辞职 他忙拉住我的手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辞职的 我把你当妹妹啊 他靠近我一点 声音哀伤 其实你还看不出 我对你的感情吗 老板 哥哥和妹妹之间 可不能接吻啊 我其实 只是想了一个 对你好的方式而已 因为你男朋友的位置 已经有人占了 我只能说做你的哥哥 之前是怕吓到你 但我现在控制不住 自己的身体了 安安 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行吗 我保证 不会破坏你 和你男朋友之间的感情 说着 他握住我的手 抚摸在他的脸上 然后又眼神拉丝的盯着我 一边还吻我的手 我感觉 小腹下面有点松麻麻的 三十一 我立刻把手抽出来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是很有道德的 我指着门口 你立刻给我出去 结果 他又一把将我按住 湿漉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安安 我真的很难受 你帮帮我 我对你不好吗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一夜 只要这一次 行吗 医生说 如果我能和你深入接触 我的病顾忌就会好 你就当你是医生 医者父母心 帮帮我行吗 他一边说 一边还吻我的耳朵 妈呀 我立刻就软了 想要推他 又推不动 不要 结果他立刻攻城掠地 你就帮帮我 行不行 他一边动作不停 一边对我发誓 只有这一晚上 明天 我们就退回朋友的位置 我保证 我不能一直有这个肌肤饥渴症 医生说了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 就能好 我咽了咽口水 脑袋里一片江湖 谁说狐狸精只有女人的 老板也是个狐狸精啊 他在我身上浑身点火 咱们在港城 谁也不会知道的 他声音滴滴的 还带着点难受 一点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还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看出我的犹豫 他这次没犹豫了 又道 你就当是我强迫你的 行吗 没人会知道的 你就当做了一场梦 行吗 我保证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和你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安安 求求你了 没办法 我不确定道 只有我们知道 他立刻点头 当然 我无奈道 那就是治病啊 我对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他点头 当然 他赞赏的亲了亲我 夸奖道 真怪 叫哥哥 32 第二天 浑身酸痛的醒来 老板还躺在我身边 我去 我做了什么 我给我男朋友 戴了顶绿帽子 我赶紧推了推老板 老板 你快起来 老板抱住我 声音沙哑的说 宝宝 你好香啊 你赶紧走 咱们可是正经的工作关系 他失落的起身 看了眼我 可怜兮兮道 我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绝对不会给你 造成困扰的 我点点头 他起身走了 我立刻给男朋友发信息 问他要什么礼物 没办法 总要安慰一下男朋友 晚上的时候 有饭局 老板在车里时 一直在给我赔小心 说都是他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勾引了你 是我道德败坏 安安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我拨开他的手 你干嘛动手动脚的 咱们现在可没有关系 他说 我怕我一会犯病 我能抱你一下吗 你放心 我就是治病 你不是说那个就能好了吗 我怕有意外 33 给他抱了 他又说 我能亲你一下吗 我还没回答 他就跟一条狗似的 开始舔我 搞得脸红心跳 气喘吁吁 下了车 他还死死抓住我的手 我想正开 也正脱不了 结果男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胆战心惊 和他说了会话 老板就一直站在一边 乖乖听着 我瞬间又对老板有负罪感 觉得他很委屈 截完电话 老板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还对我说 安安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男朋友面前 也不会破坏你们的 我对你的爱 都是默默的 隐忍的 只要你想要 我就会出现 我一言难尽的看着他 不是说了 就昨晚吗 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这么奇怪的话 他又搭了着脑袋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配 三十四 晚上的时候 老板悄悄对我说 他不能喝酒 他控制不住病情 我作为他的秘书 只能帮他挡酒 喝到最后 我晕乎乎的了 老板送我回酒店 我想直接睡了 他温声道 不洗澡怎么行 我想拒绝 但他直接扶着我进了浴室 第二天 我睁眼 看着我床上的老板 气得差点升天 他楚楚可怜的看着我 哀求道 安安 我真的不求别的 就好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要不是这次发病 我根本不敢对你表达心意 可见老天都在帮我 行吗 情人 我咽了咽口水 他这么帅 居然都沦落到情人的地步了 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哀求说要做我的情人 还像狗一样讨好我 我真的很难拒绝 我有什么错呢 我只是不想伤害他而已呀 我底气不足的说 你要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那我们就终止关系 他立刻保证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不会和别人在一起 就算是见不得人 我也甘之如疑 感动 没想到他能为了我 做到这个地步 35 他也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然后又开始闻我 和老板确定了关系 他就像树袋熊一样 非要贴着我 我感觉我堕落了 和男朋友之外的人谈恋爱 新鲜感瞬间扑面来 最初和男朋友在一起的那种 脸红心跳 手足无措又找上门来了 和老板接吻会心跳加速 和他牵手会不好意思 而且还有种被得的刺激感 连和老板上床 都更加有感觉 我一直以为男的才会被欲望支配 但 现在我发现女人也会 老板真的太会了 每次感觉都要死在这个妖精手里了 在港城的最后一天 我准备去给男朋友买礼物 36 我怕老板不高兴 所以只说自己出去逛逛 但他居然说 要不给你男朋友买点礼物吧 你出来这么多天 他肯定想你了 我犹豫的看着他 他大肚一笑 你放心 我不会生气的 我陪你去选 男人才了解男人 最后我们去商场 老板看中了一款手表 说这个男朋友会喜欢 我看了看价格 说这么贵 我也喜欢 我拉着他就走 我买不起这么贵的 买个一万的 是我的最高价 他拉住我 我来付钱 出门在外 怎么能让女人付钱呢 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他肯定会怀疑 老板说 不会的 你就说你用的继续买的 他肯定感动得要死 想到我这么对不起男朋友 给他点补偿是应该的 所以我就同意了 老板又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我心想他还挺有用 37 怀着愧疚的心情 我们回了京市 老板送我到家门口 依依不舍的看着我 他问那你什么时候能把时间云出来陪我 我们回来刚好是周六上午 我称怪的看他一眼 懂事一点 这么久没陪我男朋友了 他眼神黯淡下来 又很快振作起来 那我等你 回了家 男朋友已经来我的出租屋等我了 看到我 他立刻热情的迎了上来 我们两腻歪了一会儿 他就要脱衣服 我忙制止他 我身上还有痕迹呢 我是那种很容易留下痕迹的体质 男朋友有些忧愿的看着我 怎么 真和你老板勾搭上了 被喂饱了 我心虚的生气 你再胡说 我要生气了 你居然侮辱我对你的信任 他哼了哼 有点气短 又求我 安安 你可别信那些男人的甜言蜜语 我是真心爱你 会和你共度一生的 外面那些玫瑰 他们也就是玩玩而已 根本没想过和你有未来 我才不会做那种事 老板政治善良 多少美女爬他床 他都拒绝了 怎么会对我有想法 都说了 他是同性恋 38 男朋友立刻来了精神 问 他真是同性恋 我点点头 我把我早就买好的一双球鞋送给男朋友 男朋友果然很高兴 手表还是不要送了 我又没那个经济实力 送了男朋友 怎么想我 心里对男朋友有点愧疚 所以我就对他更热情一些 吃了饭以后 他还想和我上床 不过被一个电话叫走了 他公司好像突然出了什么急事 男朋友刚走不久 老板就打来了电话 安抚了老板一通 我倒头就睡 第二天 男朋友约我出去吃饭 结果我们在商场遇到了老板 看到又不能装看不到 只能打了个招呼 老板微笑道 真巧 这里都能碰到你们男朋友脸色有点冷淡 我只能道 老板 我们来这里吃饭的 你是 我眼神是一塌快走 但老板说 我也是 结果被朋友放了鸽子 这样吧 安安跟着我出差 也很是辛苦 我请你们吃饭吧 39 我刚想拒绝 男朋友就同意了 结果进了饭店 男朋友就各种秀恩爱 连水都要喂我 我尴尬的想钻地缝里去 但男朋友对老板说 贺总 我们俩平时就这么腻歪的 你不会介意吧 老板看着我 眼睛里全是委屈 当然不会 我只会羡慕 男朋友又一直给我夹菜 让我多吃点 说我都瘦了 老板也开始给我夹菜 两个人就开始按戳戳较劲 我觉得尴尬一场 吃了饭 男朋友说 贺总 我们要去看电影 你不会也要跟着我们去吧 正好 我也想看电影了 老板依旧温润有礼的说 在电影院的时候 男朋友去买了电影票 老板和我在旁边等 老板低声道 我好想你 我感觉自己又要发病了 40 坐座位时 男朋友想坐中间吗 但老板已经坐下了 他不好意思道 我要坐中间才看得到 你们不会生气吧 男朋友咬牙切齿道 当然 整个过程 男朋友没看电影 而是一直侧着身体 盯着我看 他对老板说 我想一直看着我女朋友 你不会介意吧 老板笑着说 不会 我感觉我是多余的 被盯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说要去厕所 结果我一出去 就被身后一股大力 给拖到了楼梯间 是老板 他一把抱住我 你刚刚和他轻轻握我 我难受 你能不能和他分手 对不起 我也想懂事的 但我真的受不了 他离我很近 然后又开始闻我 我想推他 结果他更加用力 等他放开我 我才到 你不是说不会打扰我的生活吗 可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想到你可能和他接吻 和他上床 我就受不了老板看着我的眼睛 而且他背着你有别人啊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 照片里 果然是男朋友 和别的女人的亲密照 41 我气得很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老板道 你忍心为了这么个男人 伤害我的心吗 我沉生说 我会和他分手 老板忙问 什么时候分 我说 一会儿就分 结果 我们正说着话 门突然被推开 就出现了男朋友 怒气冲冲的脸 男朋友气愤道 你这个小三 太过分了 你勾引我女朋友 我都没揍你 你居然敢送我女朋友 和我分手 男朋友看着我道 啊 你别信他的 那个女人是他派来勾引我的 因为喝多了是硬不起来的 后来我赶走了一个女人 听到他打电话 给和怀警汇报 说拍了亲密照 我就知道 你这个老板 禽兽不如 想要潜规则女下属 说着 他就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录音 我可置信看着老板 老板 我没想到你这么阴险 你不是说了 你什么都不要吗 老板镇定自若道 事情根本不是他说的这样 以为随便找个女人 搞一个录音 就能洗刷你出轨的事了 42 男朋友对我道 安安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我也不计较你被骗的事 都是你老板的错 他就是利用植物便利 勾引你的 你看他现在什么嘴脸 刚上了一几天 就要你踹了我 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根本不了解你 你肯定不会忘记 我们几年的情谊的 是吧 老板道 安安 都是我的错 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给你增加了烦恼 但他真的出轨过 我这里还有他的视频 不信你可以看 男朋友立刻抓住了他的漏洞 还说不是你设计陷害我的 不然你怎么有视频 老板理直气壮 裤子是你自己脱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在帮安安 筛查他的男朋友而已 男朋友对我道 安安 我和其他人都是玩玩 对你才是真心的 你一定和我一样吧 你肯定不会和我分手的 是吧 我可思议 你把那天我送你的球鞋还我 男朋友气愤道 童安安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给我戴绿帽子 我说什么了吗 我这么大度的男人 你上哪里去找 说着 他又立马跪下来 抱住我的大腿 安安 你别被他骗了 真是他陷害我的 老板声音里带着愤怒 赵树 你真的无耻 安安根本没有被背叛你 他和我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我得了病 赵树立马爬起来 愤怒道 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小三 他又不是医生 还能帮你治疗什么病 他出轨是事实 和我刚好扯平 你休想拆散我们 安安原来多单纯 我看 就是你把他给带坏了 43 我立刻道 确实是因为老板病了 他得了那个肌肤饥渴症 所以我才帮他的 他现在已经痊愈了 赵树愤怒道 你们俩把我当傻子玩呢 我早就看出来 你们俩不对劲了 老板声音凉凉 原来如此 你先觉得安安对不起你 所以才报复他出轨的 老板又对我说 安安 他真的很可怕 要是我 我只会反思 自己做的不好 是不是留不住你的心了 而不是报复你 男朋友抡起拳头就砸老板 老板轻松制止了他 男朋友愤怒道 你这个小三 老板道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老板狠狠甩开男朋友的手 拉着我就走 44 到了他的车里 他小声道 但我知道他出轨了 就觉得他不能给你好的生活 我实在忍受不了 我看看他 你什么时候叫人去勾引他的 他神色镇定的看着我 前不久 那时候 我发现你的一拼一笑 都牵动了我的心情 我想看看 那个男人值不值得你和他在一起 没想到 他那么经不住诱惑 手机里 男朋友又打来电话 我接了 我们分手吧 男朋友纠缠 你也出轨了 凭什么和我分 我不一样 我说 我是给人治病 我比你高贵 男朋友咬牙切齿 童安安 你这个坏女人 你辜负了我的感情 我只是在外面逢场做戏 我看你就是贤贫爱富 攀上高知 故意要甩我 我还没说话 老板就把电话拿了过去 赵先生 你不要误会安安 勾引他的是我 他是看我可怜 才帮我的 只是你和他实在不合适 分手了就别联系了 说着 老板就挂了电话 还把赵叔拉黑了 45 老板认真看着我道 安安 不怪我 没有我 你肯定也不用分手 我气鼓鼓看他一眼 不情不愿说道 没事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 我也被戴了绿帽子 老板道 那不行 我必须要赔礼道歉 既然你现在没了男朋友 那我就是你男朋友了 让你没了一个男朋友 我再陪你一个 他靠近我 在我唇边问道 行吗 我别开眼 咽了咽口水 他笑了一声 稳住了我的唇 翻爱 以 贺怀锦一眼 就喜欢上了同安安 那时他刚公司不久 还不是在秘书处 年会时 他和好几个女生 一起表演跳舞 贺怀锦看着他自白如玉的小脸 单净清澈的眼眸 常年冷静的心微微荡漾 他看了同安安的资料 不久就把他调到秘书处来 二 很多女人都勾引过贺怀锦 他知道 自己不管是长相 还是家世能力 都是出众的 同安安看他的目光 也带着崇拜之情 他心里微微一笑 等着他也对他是好 他就同意 结果等了一个月 得知他有男朋友 他气得不行 他开车等在公司楼下 看到他和男朋友牵着手 笑着去地铁站 那笑容真是自演 三 贺怀锦开始勾引同安安 经常出差带着他去 假装喝多了 要他搀扶 和他近距离接触 在他面前露出胸肌和腹肌 或者故意摸摸他的头 制造肢体接触 或者穿的精神抖擞 不管是西装还是休闲装 外面那些女人都会看着他 露出仰慕的目光 但同安安都不为所动 还很自豪的样子 觉得自己老板真是极优秀 又长得帅 四 贺怀锦决定双管齐下 一边派人去勾引赵树 一边自己勾引同安安 他看不懂暗示 听不懂弦外之音 那他身体力行得上 同安安果然经不起他的勾引 他还真是敏感得不行 自从他发现说自己生病了 得了肌肤饥渴症 同安安果然对他行为的容忍度 又高了一大截 他看着他烟红的唇 迷离的眼 恨不得把他融进骨血里 五 贺怀锦上位后 两人天天如胶似漆 过了段时间后 同安安觉察出问题来了 他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 白天和贺怀锦一起上班 晚上和他一起要么去逛逛 要么去健身 要么回家直接醉生梦死 周末也是溺外在一起 他和同学出去聚餐 不管男的女的 贺怀锦必然要跟上 就算是推了自己的局 他也要跟上 刚开始 同安安还觉得甜蜜 但贺怀锦偷偷把他手机里的异性同学给删除了 还是同学给他发信息 发现自己被删除了 在群里问他为什么 六 为了这事 两人第一次吵架 贺怀锦道 我不是限制你交友 那些人想什么 我是男人 我最清楚 谁家好人会约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 天天出去吃饭爬山啊 同安安道 大家都是同学 你怎么把社会上那套套在纯洁的同学倾身上 贺怀锦差点气死 但他忍了 道 是我龌龊了 他哄同安安 不过安安 你那么单纯 我是不放心 你和外面那些男的接触那么多的 你是不知道那些人的把戏 这样吧 你要是想和你同学一起玩 我跟着你一起 我就放心了 同安安嘴上答应了 但他不想天天和贺怀锦黏在一起 他也要个人空间 结果他发现贺怀锦跟踪他 气 贺怀锦神情悲痛 不是我不相信你 而是因为我尚未就不光彩 我怕你不是真心爱我 只是可怜我 所以我没有安全感 安安 你这么单纯善良 你一定会体谅我的 对吧 同安安想了想自己的过去 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肯定觉得 我还会像原来对前男友那样对你 但你真的想多了 我那时是看你生病 我才放松了自己的道德底线的 我现在看 也很少有人得肌肤即可症啊 贺怀锦看着他 如果有人得了和我一样的病 你也要去给他治疗 同安安眼睛一瞪 那怎么可能 因为你最重要的身份 还是给我开十万月薪的老板啊 贺怀锦感动的看着他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两人又重归于好 八 贺怀锦又犯病了 同安安又心冲冲 而且他病得越来越严重 天天可见而造 同安安都开始吃肾夺宝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渗透质 但贺怀锦生龙活虎 贺怀锦每次和他温存 就会问他 如果有人和我一样病了 你会不会去救他 同安安的答案 从没有十万工资不救 到只爱贺怀锦一个人 到最后气弱油丝 就算是你 我都不会救了 他感觉自己像被男鬼吸干的精气 太恐怖了 这个肌肤饥渴症 不会就是吸人精气的病吧 就 他去翻贺怀锦的病例 想看看医生都写了些什么 结果他所有的身体 检查结果 都显示他十分健康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正在翻的时候 突然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 他忍不住颤了一下 贺怀锦的笑声从耳边传来 宝贝 在找什么 同安安不安的动了动 再看你这个病 到底有多严重 怎么没有病例 湿热的吻 顺沿着他的耳朵处往下 那双不老实的手 也在四处点火 嗯 那个病例被我扔了 他的声音含吾呼呼 书房不错 咱们在这里吃一下病 同安安推开他就想跑 但他哪里是贺怀锦的对手 被按在书桌上时 他哀求 先缓缓吧 这是我的乖妹妹 她笑着扯开领带 笑容温温尔雅 所以必须要奖励你 乖 再猜猜奖励是什么 说出来 完结 撒花